第三千七百六十六集 就见猪般时间法则 笼罩在蓄龙身上 蓄龙的痛苦的表情 立即得到了缓解 身上的伤势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点地愈合着 他的周身 有一圈时间漩涡 包裹住他的龙躯 在这时间漩涡里 蓄龙的时间法则 和外界是不同的 外界一炷香的时间 足以让他度过千年 这时间神道 想要逆转千年 恐怕消耗不浅吧 叶晨看下血神 却见他没有说话 额头渗透出汗水 头发居然变白了几次 你怎么了 叶晨吓了一跳 你说得对 逆转时间千年的确不太容易 我要承受一点反噬 咳咳咳 但是 只要能帮到血龙 这点反噬不在话下 血神剧烈地咳嗽两下 显然反噬不清 叶晨心里大肆感激道 血神 多谢你了 等百日之约开启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助你 血神笑道 多谢 在血神的帮助下 血龙的情况一下子好多了 他有长达千年的时间 可以恢复伤势 炼化吸收龙战野骸骨的气息 所以让血龙忌惮的龙魂怨念 已经被战后压制 没了夺赦的威胁 血龙全副心神 都集中在炼化龙骨之上 千年时间 血龙不断地吸收炼化 将龙骨的能量化作自身的力量 千年的漫长岁月 在叶晨 血神等人的眼中 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叶晨几乎是眨了眨眼 就看到血龙身躯上 爆发出了无比凶猛的龙威 充斥着无比浓烈的毁灭气息 一片片的金光 一片片的神霞 也是恢弘弥漫而出 铺满了整片虚空 血龙身上的伤势 已经彻底痊愈 鳞片和血肉重新生长出来 磅礴的生机 在血龙体内诞生 澎湃的力量令人动容 龙战野的骸骨所包含的能量 灵气 修为 神通 气韵等等 都被血龙转化吸收 这机缘要逆天了 血神也是豁有点震撼 看着这一幕 龙战野可是灭龙神族的长教 巅峰时期 足以媲美红天经 修为何等厉害 气韵何等磅礴 血龙吸收了他遗骨的能量 简直是天大的造化 叶晨道 这都是多亏了你啊 如果没有血神帮忙 只有区区一炷香时间的话 那血龙肯定要失败 连喘口气都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炼化龙骨 但血神 硬生生用时间神道 赋予了血龙千年岁月 足足有千年的漫长光阴 血龙自然是无比顺利 成功炼化龙骨 一声惊天龙吼 一炷香的时间到了 血龙从时间漩涡飞腾而起 整具身躯金芒暴射 眼瞳里龙微如玉 无比森严 这一刻的他 气息太恐怖了 犹如太上神龙复苏 威延滚滚 血龙 你成功了吗 叶晨无比惊喜地问道 血龙眸子一凝 盯着夜神 却是骤然暴射住杀气 嚎笑一声 一爪子轰击下来 叶晨大吃一惊 没想到血龙会突然攻击他 血龙爪子到了半途 骤然停住 眼眸里露出了巨大的挣扎和痛苦之色 主人 对不起 叶晨似乎察觉到什么 那些龙魂怨念 又重新纠缠你了 血龙痛苦地点了点头 身上金光淡化而去 叶晨这才看清楚 在血龙周身 又有一道道的龙魂身影 浮现出来 刚刚杀气腾腾 缠绕着血龙想要夺射 幸好此时的血龙已经蜕变 肉身与修为都强悍了很多 没有轻易被夺射 叶晨望了一眼血神 血神又望了一眼金泥兽 金泥兽叹息道 抱歉 我说过 我只能压制一炷香的时间 接下来要靠他自己了 血龙咬了咬牙道 主人 你放心 我能承受得住 刚刚的一炷香时间 血龙苦修千年 已经是突飞梦进 短时间内 不会有被夺射的危险 但是长此以往 血龙始终是危险的 隐魂不散的东西 都给我滚开 血龙咆哮起来 死死盯着周围那密密麻麻的龙影 眼眸精芒爆发 射出一道道充斥着毁灭气息的目光 攻击向周遭的龙魂怨念 一道道龙魂遭到血龙的攻击 顿时魂体蒸发 直接化作了虚无 但四周的龙魂身影 如飞黄苍蝇般的密集 足足有百万之数 血龙又怎么可能全部清理呢 诸多龙魂怨念 看到了血龙的攻击 似乎是愤怒 一窝蜂地扑杀上来 以更加凶猛的姿态 冲击着血龙的脑袋 要将他夺射 血龙无比痛苦地哀嚎起来 只觉得脑袋疼痛 意识渐渐模糊 双眼看向四周 四周都充满着血水 仿佛所有人都是敌人 傻傻傻 血龙目自尽裂 几乎是丧失了意识 再次一爪子拍向叶辰 叶辰急忙抽身后退 叫道 血龙是我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听到叶辰的呼喊 血龙身躯剧烈一阵 似乎醒悟了 内心里有一道声音响起 告诉他 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叶辰 不 不能伤害主人 血龙咆哮大叫 龙须在虚空里挣扎扭曲 周围密密麻麻的龙魂 仿佛是一缕缕的黑气 环绕着他的全身 他整具龙躯 看起来仿佛 遭到了无数黑色铁链的束缚 如坠入深渊的魔龙 非常的凄惨 最终 血龙爪子 往自己身躯上 乱挥乱抓 居然自残 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想伤害叶辰 血龙 叶辰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却是黯然 血神道 事到如今 已经别无他法 想战胜古老龙魂的夺赦 只能靠他自己的精神意志了 叶辰苦笑道 那可是足足百万的龙魂啊 他是清楚地看到 这百万龙魂 当年殉葬牺牲的时候 是何等决绝 每一具龙魂 都蕴含着无比可怕的心魔执念 想征服百万龙魂的怨念 有谈何容易 血神道 眼下只能暂时将他囚困 否则 一旦被他夺赦 后患无穷 叶辰下意识地拒绝道 你想困血龙 不 这绝对不可以 血神道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闻言 叶辰顿时语色 他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如果不困困血龙的话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血龙被夺赦 失去控制 那绝对是后患无穷 但血龙陪伴他出生入死多年 而且如今遭此劫难 也是因为他 要他去囚困血龙 他又于心何忍 主人 求困我吧 我也需要一个地方 慢慢想办法压制这些龙魂怨念 这时候 血龙却是恢复了一丝清醒 浑身虽然血淋淋的 但是眼眸无比清醒 他也决定囚禁自己 免得酿成大祸 叶辰沉默下来 最终四寸两脚 再黯然点刀 血神松了一口气道 跟我来吧 我们先回血死狱一趟 当下 血神撕裂虚空 带着叶辰 血龙 还有诸家各派的强者们 重新返回血死狱 不消多时 众人回到血死狱中 血神道 我知道有个地方 叫求魔侠 当年是囚禁轮回魔碑的地方 可以暂时安顿血龙 求魔侠 囚禁轮回魔碑 叶辰微微一惊 血神道 在太古时代 血死狱诞生出一位大能 曾经找到轮回魔碑 用无数禁止锁链 束缚囚禁 想镇压住魔器 收取炼化 但是可惜 后来轮回魔碑 诞生出了自我意识 直接破开封印逃脱了 如今是被你炼化 血神自然能感觉到 轮回魔碑就在叶辰的身上 早已经被叶辰炼化了 原来如此 叶辰却是没想到 血死狱和轮回魔碑之间 居然还有此等渊源 既然那求魔侠 能够囚禁住轮回魔碑 那想来也具有非常强大的束缚之力 应该可以安顿下血龙 血龙听到有这么个地方 也是精神一震 他现在只想快点自我囚禁 免得伤害到叶辰 走吧 血神带着叶辰和血龙 来到了一处峡谷 这处峡谷处处挂着阴森的大风 魔气滚滚 这魔气让叶辰非常熟悉 正是轮回魔碑的魔气 显然这峡谷当年囚禁轮回魔碑的时候 也沾染了许多的魔气 在峡谷的峭壁上 有着一条条古老的锁链 上面布满了禁制 智库的气息非常浓烈 血龙也不废话 龙躯一摆直接飞落到峡谷之中 竟是召来所有的远古锁链 树绑在自己的身躯上 自我囚禁 血龙 叶辰心头一震 血龙道 主人 不用担心我 我一定能够熬过此劫 随后 血龙又向着血神道 血神前辈 我怕这些锁链不够牢固 请你加固一二 既然当年魔碑之主能够逃脱 血龙害怕自己发作起来也能挣脱 血神道 当年有人在此铸造克金离火箭 已经加固过一次了 原来当年轮回魔碑逃脱后 岁月沧桑 又有大能再次铸剑 并用特殊的铸剑材料 将这些锁链加强过一遍 束缚威力更强 以前血神统治血死欲的时候 遇到有不听话的人要么直接杀死 要么直接送到球魔侠里关押 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这里逃出去 血龙道 我觉得还不够 血神大人 请你再次加固 好 血神道 于是他手掌掐绝 血神释放出一缕缕的时间倒印 这一缕缕的时间印痕 缠绕到那些远古锁链上 一条条锁链都浮现出了 古老的时间法则 尽致力量更为强大